感觉这两人打速度逐速会非常快 看看冯亚兰的反手和短球有没有突破 因为在我在队里面正手是真是好啊 全台正手冲 反手越打越弱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 大家因为都知道冯亚兰反手是他的薄弱环节 但是他也得对抗 他也逃不过去 所以在这几年的这个比赛当中 我觉得历练的他反手长了不少 对 硬着头皮练 对 当时都说冯亚兰正手进攻天下无敌 是 他正手进攻应该说冯亚兰不仅就是 刚才说卧推是他的这个力量爆发力 另外一个他的步伐也很快 你用正手你前提就是一定要步伐好才行 对 你那腿得飞得起来 哈哈哈哈 我也想用正手跑不动了 是不是 我也是 听说冯亚兰从小训练是跟男孩一起练的 所以总是模仿男队员 好球 你看 很活 他的腰用的特别好 好球 刚才张一宁说到冯亚兰的反手 又说到冯亚兰的短球 刚才那个正手接发球 这个短球就暴露出冯亚兰的这个薄弱环节了 就没有自己的力量 他就控制不住球 对 还不是劈偿的 他就怕防守第一板 就是 对 他往 杨诗文 加油 杨诗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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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诗文对技术的研究 那真是女队的第一第二 真的是 他如果赢过你一次 那他就是对你研究透透的都是 嗯 资料卡已经写满了 杨诗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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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时候运动员也会在场上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是的 你看冯亚兰打球啊 战术意识还是很强的 对 他这点东西 虽然就是刚才说到 他两个薄弱环节 但是他的避重就轻 扬长补短 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是的 他现在之所以能够把比分 跟这个刘诗文这两面相持能力 那么强的人打到5比5的话 冯亚兰现在用节奏的这个变化 牵制着这个刘诗文 速度出不来 并且他自己还说 你给我慢的我别着急 对吧 或者用点旋转 对 签字 对 好球 连续的拿分 四号没有注意到镜头在给他好像 这个发球很关键 战局球 你看 突然就蹦了 不规律球太多 这个不是他没有准备 而是这个球跳的不规律 有时候特别蹦 有时候又这样特别吊 属于计划外 对 7比7平 要着急 先上 先发力 其实他这个球可以侧身了 就是他的意识 他的能力的话 完全可以这个 对能侧身 而且他重心就完全压到右腿上了 对了可以 所以没打到也是对的 没打到也是对的 在想战术 稳一下 你看 这就不自信 对对就不自信 对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刘诗文跟冯亚兰打 可以把这个球打简单一些 但是冯亚兰跟刘诗文打一定要把这个球搞复杂一点 对对 他才有机会 是吧 那球两个跳是吧 来 今天到了西里巴了 落点回摆的很好 其实 小三角出台 现在男队员基本都从两个小角出台 很 就你半出台知道也没法使劲 嗯 下网了 这样的话刘诗文十一比八先拿下一局 是 看看两个第二局较量 这个开局对冯亚兰应该很重要 对 他是一上来打都挺好 一到中局八八六比六八比八以后 嗯 就就慢慢显现出来 其实上一局输得也挺可惜的 是 嗯 那就是张云宁这么一说 也就是冯亚兰上来的时候 这个心里没有任何包袱 搏杀的这个力度比较凶 特别坚定打的 对 搏杀的很坚定 是吧 看能不能贯彻整局比赛 或者整场比赛 是 对 要保持那个状态 所以到了八比八 九比九 关键时刻的时候 就有一些犹豫了 犹豫了 对 就是对他腿部力量要求很高 就是要敢侧身啊 跑球 跑球 漂亮 这个腰腹这一下 力量很大 腹肌背肌 这一块的天天都得练 好球 漂亮 我们看到这个球啊 就像组合拳 是 有点这个意思 这个发力中间 快丝斜线之后 再一个侧身 这是一个套路 这个球解围的时候 一定不能给中间了 解围就是反手大脚 对 哦 漂亮 其实这个球是冯远纹最怕的一个球 快给正手 慢给反手 对 尤其慢给反手 对不上点啊 对不上点 你再胸给正手 牵制住 对 手伸子好长 现在这个女队员发展啊 就是把这个动作前缩小了 都不用那么大幅度的 大幅度反倒是落后 没有时间让你那么大幅度的 5比3 我都说完这集版的质量底线给的很长 所以他都推不下来 那个冯亚兰 你看现在冯亚兰需要改变一下 需要他快撕刘诗文的正手 来一个球 牵制 哎 这就好球 好球 对 刚说完就有了 因为前面刘诗文反手快撕他太难受了 他想摆脱的话 只有这个变直线 你看他反倒落后的时候 落后一局 贯彻得很坚定 这几个球打得有点帅 真棒 这三局两战的比赛啊 确实输一局之后就相当于避到绝境了 对 好球啊 很突然这个长球发的 �直输 加油加油igt 快撕呀 又来了 又来了 呀 多用正手 这个球也可以用正手的第一把 是 刚才优势其实比较大 但是连续都被刘晨往上追 对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冯雅兰的特战 前面你要站住主动的时候 要给他点正手 现在主要就是其实线路和一个节奏 你主动的时候给他点正手 然后自己他变你 你就拉住他发展 他想通过节奏变化 然后搏杀你的 他一变节奏你就加上转 他一变节奏你就加上转 让他扶给他 因为他变节奏的时候 你一撅这手套 变节奏你就加上转 然后再有就是线路 他一般加力跟他这款 所有的这款这款线路 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一变 好啊 好啊 对不对 是别人的 烂得不行 对对对 大打折扣了这小时 所以总觉得老师他跟人并不住就在这 嗯 好球 向着都变好 太熟悉了 虽然发的有点太高 难道 说 可以 再上点 他想来用反应手相识 你都不知道能不能打得上 有这种感觉 他这个有时候打让他挺凶的 但是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虚误 尤其是被动转主动的时候 让人感觉看着就没有底 是 不稳定 好球 好球 你看刘诗文现在一放慢速度 冯亚兰反而有一把快丝 他也不敢轻易的这个放慢了 刘诗文必须得是有速度 先是第一个是速度 漂亮 他来的三个语点 重手是真实啊 特别合理这一球 那个力量不浪费 都使在盘上 应该是擦边了 这样的话 荷兰兰是11比7帮回一局 好球 你上来从正手开始打起啊 刘诗文的这个在女队连接的速度是最快的 因为他本身个子不是很高吗 是 闲接的很快 好球 他家转了 也太好了 要快 就这样好了 就这样好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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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球 好球 他就对他的考验 就是在六分以后 其实就是这种搏杀 你的这个 在考验你的这个自信心 前面对心理的要求 不是很强 所以说呢 他就能搏杀到 这个刚才张一宁讲的 六分或者八比八之后的 这种考验 其实是对心理的考验 而且你到底这攻击有多深 在这会儿都显现出来 光搏杀肯定不行 其实 刚才看这个冯亚兰打球 我觉得他的心理啊 完全就是什么 进攻 全是放 对 就那个收的这个概念没有 对 所以再回想起张一宁打球了 我就觉得他首先是收得住之后才能放 最后达到了一种这个大魔王 达到了一种什么收放自如的境界 你看就像刘诗文 他抠完场的刘诗文拉扎之后 他还在想进攻 对啊 他的意识全方位的都是那种进攻的意识 首先从心理到这个战术意识上 他需要调整什么呢 先自保 之后再进攻 先不输 先稳住 对对 拉得很长的时候 这腿也是 就退的也是太慢 倒不过来了 他往这一球 嗯 真的比分队了6比2 确实进攻的时候这一板真有攻击 真棒 在女队这个赛场上能够看到这种正手 还是少有 还是少有 很爽的 每时 是 一个他又郭月的正手都好 还有木子 嗯 对跑的范围都大 这个胸 这个球头都不顾反手 还是想攻啊 对 像刘语杰说的 嗯 这个 这个真劲 嗯 这就这属于是心理跟思想上的 这种缺陷吧 嗯 就是思想意识上打球的这种缺陷 嗯 漂亮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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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他觉得防守的时候心不够定 就是说平时训练的时候 教练怎么慢慢指导 慢慢引导他 嗯 对 调理 嗯 嗯 翻水又飞了 自己也说太急了 好像是 就是说两个发球的机会 啊 打到赛点 10比3大比分领先 这个超一流的队员和这个下面年轻队员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很大的不同 全面性 哈 对 综合能力啊 非常稳定的发挥 第二个号 在决战队的时约11比3战胜了冯亚兰 最终20比1战胜对手 最终20比4战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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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终20比5战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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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终20比6战胜 最终20比5战胜 最终20比6战胜 谢谢观看